中国台球界的头号女神级人物当属九球天后潘晓婷 不过,有位美女颜值和身材却不比潘晓婷选色 她就是被誉为台球最美女裁判的吕帅希 吕帅希是一个来自山西太原的姑娘 大学一年级就丑了国家一级裁判员 她业务能力出色,颜值和身材非常吸睛 尤其是傲人的魔鬼身材,简直令人羡慕不已 每次有吕帅希的比赛,光正的看点都不在选手身上 而在身为裁判她身上 然而在2014年,直裁全国中式台球锦标赛时 吕帅希却因为穿着故意暴露而遭到外界抨击 并遭到两年精彩处罚 然而这件事却让吕帅希一炮而红,吸引了不少男粉 没想到,在走红之后,吕帅希开始纷飞自我 竟然自己改了一个日本名字,叫做吕蒙希子 甚至她还主动放弃中国国籍,加入美国籍 为了博取眼球,吕帅希大胆拍摄各种个性照 比如,和两位外国猛男合照,就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这些行为让吕帅希引起了巨大争议 然而她却并不在意 甚至后来还返回中国捞金 参加了北京开赛的中式台球郑宇博挑战赛 她出现惹来一众网友和球迷的抵制 那么,你如何评价这样的吕帅希呢?